龍蝦 等一下的龍蝦泡麵餐啦 不能錯過這個行程 超好玩 龍蝦島啦 一隻大龍蝦 Hello 我是FASHION 今天要玩一個非常特別的行程 一隻大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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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只有空一船 一隻大龍蝦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嗎 因為這一個是 如果位置準備不好的話是容易擱淺的 這是鳥魚後山的長靴 很特別吧 玩過來了 玩過來了 好驚慌 不能錯過這個行程 超好玩 擅心的都拿出來拍照 那就是訂溝魚 它的流向是不太整齊的 但是它也是因為有祈福的關係 所以也有小桂林之稱 我們現在登上了澎澎湯 龍蝦島是壓軸的行程 現在在澎澎湯唯一的一件大事情就是玩水 拍美照 超好救生意之後 今天要去玩SUV跟透明獨木舟怎麼玩 教練正在講解SUV跟透明獨木舟怎麼玩 我們結束澎澎湯的行程 SUV跟透明獨木舟 然後今天他一直在逃同一個朋友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現在結束這個行程之後 我們要前往龍蝦 抓龍蝦 他已經登上了這個烏仁島 然後準備在草池中抓龍蝦 海葵裡面有小小隻的NEMO 我們在這裡 不好喔 就這樣 浮腹 很可愛 你有點太可愛了 你就會有一點難度 你別問一起跑 不可以 難道 因為難道 這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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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挖出來了 真的好鮮喔 好好吃喔 我真的想吃到飽欸怎麼辦 可是教練說要抓龍蝦了 抓龍蝦抓龍蝦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龍蝦洞 是適合龍蝦居住的 假如我今天看到這個洞裡面 有一隻龍蝦 我把這隻龍蝦抓掉之後 過個一天或兩天 再來看這個洞 還會一直心得很難 龍蝦的習性就是這麼簡單 哇 到了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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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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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誇張大欸 抓到了一隻大龍蝦 還有一隻小龍蝦 那大的龍蝦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的龍蝦泡麵餐啦 阿姆龍蝦 剛剛抓到一隻一公的一隻母的龍蝦 那現在教練到我們 也放母龍蝦 讓真太可一個有香的龍蝦 因為不夠刺激 好厲害 很厲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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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抓龍蝦技巧 龍蝦它有兩隻虛啊 你看到的時候呢 你不能很大力的去抓那個虛 你太容易抓它的虛的話 它的虛就會直接斷掉 一旦斷了你一定抓不到 因為它往洞裡面更深 你是抓不到 所以你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你先兩隻虛壓在地板上 壓著 壓著完之後呢 就順著它的虛慢慢爬 慢慢抓 抓到它的頭 抓到它的頭之後 因為它有十隻腳 十隻腳會抓到旁邊的岩石 也拉拉不出來 如果你要硬拉的話 它的腳一定會斷光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靠你的手指頭的功力 一隻一隻的把它的腳 慢慢把它挑起來 挑起來 挑起來 整隻挑起來之後 整隻順順的就可以拉出來 這隻是溫柔的對待它 現在要到蓬蓬灘上面吃晚餐 就算了 所以我看到這裡 有些鬼肉 就在那個竹子裡 你不要這麼瀑 那樣 那樣 整隻竹子 是 那樣 有些鬼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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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